大雪纷飞河南洛阳的老军山景区 仿佛被撒上一层糖霜 整座山头 山林都包裹在雪白中 建筑白了头 引引透出红色的外墙 映衬着蓝天白云 仙气飘飘宛如天上风雀 大陆冷气团发威 影响范围一路南下直抵华南 带来气温大跳水 老军山降下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 景色虽美结冰的路面 也让游客吃足苦头 一不小心滑倒摔下楼梯 跌个四角朝天 几个美眉精心打扮穿古装 却站都站不稳 许多人干脆用滑的 紧抓栏杆滑行前进 自视雾花八门 这一排人侧着身体 一步步往下走 小心翼翼动作缓慢 加上更多人涌入看雪 使狭窄的步道塞得满满 进退不得 还有忍受刺骨寒风 苦不开眼 美国阿拉斯加高山上的兔子湖 也结冰了 特别的是整片冰湖 像是一扇冰窗 透明清澈直达湖底 下面的巨大岩石 清晰可见换上冰鞋 在上面滑冰 一边还能欣赏脚下美景 十年一遇的冰窗现象 是因为天气异常寒冷 而干燥形成的 苦水急冻透明 没有被白雪覆盖 还兼顾到能在上面溜冰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户外运动者 也相当惊奇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